老板 路走 顾珍珍 星星给我找个救援团来了 来吧 撤底毁灭吧 顾珍珍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出轨男朋友 对不起啊 姐姐你叫得急 我只能找我的高中同学 不过是个男人就好了 演技只要靠你 加油 行吧 继续摆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甜蜜 我和人芝芝姐 不 顾珍珍已经相爱很久了 是的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老板 路走 顾珍珍 你没有职业造德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未娶妻生子 还有爹妈要养 我需要工作 你让珍珍给我的钱 我马上还给你 完够了吗 完够了的话 回家 快点 快点 行 还知道激起我的身份 但我陆云辰 会被这种人比下去吗 不过 刚刚七十个离开的时候 会不会太冷大了 快点 山子 妹妹 来 想跟我玩玩玩玩上你了 击握什么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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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喝点 站住别走 穿成这样 不就是出来给人玩的吧 穿什么清楚啊 我穿成这样是我的自由 你敢打我 你有脸吗你 谁不叫我报警抓你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帮你报警 过来 过来 你干嘛 你干嘛 喝两杯 你放开我 他也是你们气候 你们两个 打我一个 我等着 我要告诉你们 你最好快 我特别讨厌浪运时间 对了 忘了告诉我 我的律师从来没有败诉 我 你放我下来 好了 我相信你是夜上一句话 霸王花 你放我下来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 你万一出事了我怎么办 不是 你听我说嘛 我 云辰 云辰 我的宝贝儿子呀 我的宝贝儿子呀 我的宝贝儿 你是 你小叔说你失忆了 看来是真的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生你养你的亲妈呀 卢芳芳 卢芳芳 陆云辰的亲生母亲 但是这两人除了血缘关系以外 早已不是母子关系 陆爸爸死得早 陆妈妈就把陆云辰丢给了陆奶奶 自己却改嫁了 她可以花重金整无数次鼻子和眼睛 就是不给陆云辰生活费和学费 陆云辰成年以后 每个月给她不菲的零花钱 但她好像总是不够花 我求求你了 我是怀念生你的妈呀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儿子了 你当初干嘛去 我已经帮你还清了 你有钱了 还好一起来找我 儿子 儿子 过来 菠儿 菠儿还孕了 这是你的孩子 菠儿是慕音的表妹 之前你说她俩长得像 那可喜欢得不得了 虽然这样我也觉得对不起慕音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 感谢替身王宣 感谢陆云辰偷偷养了个替身二号 太好了 我得救了 恭喜啊恭喜 孩子真是从天而降的天使 你们一家三口 不 一家四口 好好聊 我先撤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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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真真 顾真真 顾真真你干嘛 陆云辰应该没事吧 你怎么不走得快点啊 啊 干脆跑起来啊 陆云辰他妈什么德性 你不知道呀 她的话你也信 你这是引狼入室啊 给她可乘机会 他妈是不可 那好歹也是他妈呀 虎毒不识子嘛 再说了 那个女的 看起来就是陆云辰喜欢的类型 说不定能帮她找回记忆呢 哎 陆云辰对你不好吗 好歹也算咱家救命恩人哪 对啊 刚才在酒吧救过你了 做事不能太过真真了 哎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 那谁来关心我痛不痛啊 你到底是谁的妈妈 哎呀 我的宝贝儿子 失忆了不怪你 但是墨儿还了你的孩子 真是事实呀 我们可以帮你慢慢想起来 眼下呢 是先安置好墨儿母子 比如说 给她一笔钱 要钱不是问题 只要提供证据 哎呀有有有你看 我这有照片 你看 赵小姐 和这位我的妈妈 我不知道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骗我 但我想说的是 我是失忆 不是失智 哎哥哥 我这么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可能会拿这种事情骗你啊 你前段时间刚叫完我小甜甜 你不能因为失忆 却连你的孩子都不认了吧 是啊 墨儿挺着大肚子 早上五点钟起来 做你最爱的花生酥 你以前在她那可喜欢了 来来拿一个尝尝